家人对我的影响 太深了 我感觉我的 所谓的什么喜剧 什么技巧 什么天赋 都是来源于我妈 我爸 我也 是 能可以 我就感觉马上就有人敲门了 这接新了 准备红包 塞出去 从小我们家里那个陕西台 天天就是风雨去马天圆着 我暑假 我感觉我每个暑假都是在这个电视里度过 但这个电视非常好看着 而且特别长 分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你知道吧 很好看 我小时候可以看这电视了 歌也好听 这里面的歌都可好听 就那个别对我说永远永远 那个歌嘛 好好听 而且那会觉得那个蒋琴琴演的那个第二梦 哎呦没死了 我觉得小时候 那会觉得不经营好帅啊 我小时候觉得不经营好帅 我小时候就可爱 聚众 聚众搞笑 就一群人在一块 真的 我现在想从小学 到初中到高中 真的就是 学习别人不会向你看起 但是搞笑这一块永远都是 一群人都会围着你 然后就是 让你模仿老师 让你模仿同学 然后给大家讲笑话 那种从小就是这种性格 那会小时候住在那种私合院里 院子里 就出去跟小朋友一眼 然后我妈说我小时候 我们的院里院子里面中间有个水槽 我每天中午都不睡觉都要站在那个水槽上唱歌 后来自己声音就变成这样了 我从小声音就是那种哑的 就不是那种 所以去年节目播出之后 还有网友骂我说 我你知道永远压着低音在讲 其实不是我声音就是不明亮 不尖锐 就是这种中低音 就小时候就把嗓子给废了 我小时候可爱喊了 不知道我哪来那么多劲 天天喊都不知道为啥 我妈说打我我都不睡觉 就每天中午就不睡 就站在那水槽上唱歌 跟一群小孩玩 你看 你看这个衬衫还呼噜呼噜的 你看多像那种港星 就是一开口一股西北味 小时候家里有个DVD 家里的DVD叫步步高DVD 你知道吧 然后可多那种碟片 我爸买可多那种碟片 周星驰的 小品的 相声的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碟片 是那种春晚小品集锦 全部都是那种 我现在想那些小品好好笑呀 小时候把那些小品集锦 能循环看一天 赵丽荣的那个打工 打工奇遇 还有那个菜鸣 小时候那看的那个菜鸣 那个机器人 赵本山的 赵本山的小品 现在回想都好好看 我小时候可爱模仿他们 我小时候可爱模仿 宋丹丹的什么呢 下蛋攻击什么 现在想想 哎呦我真的就是从小就是一个不怕尴尬的人 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小时候电视上可爱有那种广告了 你知道吧 虚假广告 然后一个女的 女的卖那种靴子 卖那种小腿的袜子 瘦腿袜什么的 然后那个女的就非常夸张 说 啊我曾经以为我的小腿粗 而哭过 后来穿了这个袜子什么之后 然后我们那会儿上体育课 好多同学喜欢让我 哎你给我模仿一个模仿那个 就是线上Q你知道吗 Q我啥我就模仿啥 我那会儿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做脸和尊严 就只要大家开心 虽然那会儿可能就已经有脱口秀的那种萌芽在 但那会儿还不知道什么是脱口秀 看到美景第一反应是什么 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分享给孩子吧 有了家里人之后每次看到这种特别好看的风景 是一个人在欣赏的时候 老有一种负罪感 你知道吧 真的就感觉 哎呀 此刻要是家里人都在就好了 这么好的风景一个人在看 家人对我的影响太深了 我感觉我的所谓的什么喜剧 什么技巧 什么天赋 都是来源于我妈 我爸 我爷 我们家里人就是在一块就是 说话就特别 就真的我现在才知道 就学了这个之后 去了学年之后 大家说什么要什么写稿 要预期违背 是吧 要这种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 上初中还是初二的时候 我们同学给我说了一句话 当时就把我笑死了 说什么不想当裁缝的厨师不是好司机 你们听我这句话吗 我当时笑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笑的话 你知道 那会儿就对笑点没有理解 但是我爸我妈平时在家就是那种 台杠 你知道各种 我刚才我爸妈在一块就是一堆漫材 他们就是随时给你出羹 而且我妈本来就是那种 我妈就性格特别开朗 然后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带我出去 在街上碰到她一群那种老朋友 好久没见那种老朋友 我感觉我妈三两句就能让大家一下就特别开心那种 我当时觉得我妈好厉害呀 就给大家聊个啥 就一下就特别亲近那种感觉 然后我外公也是 我爷爷就是这种人 我爷爷就是感觉小时候跟他一起去那种 坐那种通寸的大巴车 他在大巴车上跟陌生人就能聊得特别好 而且三两句就会聊到车上大家都在笑 哎呦 我当时小时候就觉得我爷爷好厉害 上车就能跟陌生人聊得这么开心 很影响 然后后来长大之后 我前面跟你说嘛 我说我感觉跟我老公在一起之后 有一个对我最大的改变一个就是他 真的非常锻炼我 所谓的触梗的能力 就我俩在一起时间也长了 就是 我又是那种爱张罗的性格 可爱组织大家什么同学聚会啊 家里聚餐啊这种 然后我老公永远都是在饭桌上也不会说话 也不会说跟大家 因为他知道自己又不是那种幽默的人 也不想成为饭桌的焦点 然后有时候大家可能聊得非常开心的时候 他一句话就会让气氛很尴尬 因为他不是那种很会聊天的人 然后当他说出一句比较尴尬的话的时候 饭桌上气氛不太对的时候 我就得想一句话 把他那句圆回来你知道吗 对然后气氛又瞬间好起来 你知道前两天 前两天海洋来行宴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吃饭 然后海洋说 哎呀一晚上了都没听到你老公说话 就是饭都快吃完了 都没听到他说话什么声音 我说说句话 然后他头抬起来说啥呀 然后海洋哥问了句说哎你什么工作呀 然后他没有回答他转头看了一眼我 我说问你你什么工作呀啊 然后然后姐夫说啊上班的 然后海洋愣了一下说哎呦这个回答真的是 然后说什么上班的呀 然后他哼哼一笑 普通上班的 你说你说还想我不带他交际 所以有一次我回家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着 自己不够幽默就不敢表达 你这样会越来越内向 我说你不要 你就想说啥就说 大家说的啥 你就放心讲 哪怕你就聊天终结者 你给大家尬住了 我说你放心 我给你把长子捞回来 每次都是他在前面讲啥 然后我在后面兜他的话 就给他出梗 替他的话出梗 所以久而久之好像 我现在真的是这种能力 我现在回想就是跟我老公有关系 反正我有时候感觉我老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 也是我没有跟他说过的 我感觉他的一个优点 就是不管你现在有多么成功 或者所谓的什么顺境啊 他永远会让你在顺境中 不会得意忘形 真的永远都会这样 然后也不会让你在 失忆或者在低谷中一蹶不振 就有一段时间 我特别焦虑就是去年 就海选的时候 我不是一直在淘汰 一直在复活 我就觉得我说完了 我说我不适合打的舞台 观众不会喜欢我 他就会一直是非常的 说你不要这样想 任何人喜欢都是 就是一开始慢慢慢慢接 他不会说一下出来 一个人就喜欢的不行 他就会非常耐心的给你 压着你的性子 你知道吧 给你在那儿安慰你 哎呀 非常好 然后我有时候在家 我现在不是干了套修之后 老是平时在家带时间也不多 出来演出啥 但我的性格就比较急嘛 有时候回家就给我老公发脾气啊 有时候就抽风啊 什么 然后我老公直接就会跟我妈说 因为我妈跟我在一块住着呢 我妈我婆婆我们在一个 上下楼里住 我妈经常骂我就是 这可是我的好女婿 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妈就会这样说 这个家里能回回 不能和你出去 啊 什么干 你能什么破脱口秀啊 钱也没挣到 人家回来还在那儿 啊 你一天一出去一演出 几天几天不在家 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她干 凭什么在这儿找事啊 然后我妈就特别公正 可好了 所以我我们家跟老人住着 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 不像很多人说 跟老人住一块不方便 我们家我就觉得 跟我婆婆跟我妈住一块可热闹了 其实现在回想 都是我的段子素材还挺好的 我当时辞职要讲脱口秀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说我不行 我说 咱家又没有那种艺术细胞 就是普普通通的 工信家庭 我说我自己上舞台 就感觉那个舞台离我好遥远呀 然后我妈说你不要这样想 你有个这愿望你就去实现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你都不想 这事能成吗 我妈永远都是用这种 有简单通俗的道理 就但又一语中递 就一下把你说的就没有 没有办法反驳 而现在回想 我妈好有魄力 我觉得我得向我妈学习 现在不是说很多人说 心里遇到一些什么事 不能给家里人说 也不能跟朋友说 就是憋在自己心里 我觉得人的负面情绪 必须有一个宣泄口 真的 但是我的宣泄口挺多的 我可以跟我妈说 可以给我 给我老公说 可以给我姐说 就是我们家里人 完全接受你 所谓的 每个人心里都 不可公式的那个黑暗面 我都完全可以说 我自己什么心里 不好的想法 或者气馁的那一面 或者特别 不愿意像别人说的 我都可以跟家里人说 所以我一直在舞台上 就是这种风格 我自己所见所闷的事 自己发生过的事 经历过的事 然后告诉给大家 我觉得就是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我在台上的时候 我是真的把观众当朋友的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事不能讲 小哥让我对着大海喊一声 大海我好尴尬呀 大海 啥呀 走吧 不要这种 不干太文艺 不是我的 我第一次讲开放麦 是我当时在西安 可乐喜剧有一场演出 我去看了 当时看的是开放麦 可能有的演员他讲的并没有那么成熟 我当时讲完之后 看完之后 我就感觉 很强烈的一种感觉 我就觉得我如果上台 我就会讲的比他好 比他自然 然后刚好那个可乐喜剧周姆新人 他就有一个添加他的公众号 然后让你 投稿 我就投稿了 然后他们说你来上台试试 然后第一次去讲 我当时第一次讲的时候 我就完全是脱稿了 其实没有记住那个稿 但是当天那个情绪特别足 因为刚好那一天是我老公带我去 西安那个商场门口他排队领东西 你知道吧 我俩大冬天排可长的队领一朵那种 免费送一朵花 我就好生气 我觉得好抠门 然后那天效果就特别好 然后我就看见后面有个人给我摇灯了 我就觉得我超市了 但我不管 我就把我那套讲完 你知道 下台之后他们就很高兴 就说 呀你第一次讲这个就非常自然 而且台风也很好 你想不想感同我 但是我当时有工作 我就想着 哎呀要不试试吧 然后讲了两三次 开放麦之后 他们就 觉得你不错 让我写稿子写完之后 就很快 有一个月吧 就就上演了 然后就四个多月 四五个月的时候 当时效果就有那个 训练营嘛 我当时就投稿 投视频投稿子 然后就选上了 就签约效果了嘛 效果就会安排很多演出 全国各地的演出 会让你同台的演员就是 有周老板呀 有逗逗呀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就是同台在讲 就会让你觉得什么是好的 然后自己创作 你自己心里就有个尺子了 就这个东西没有人教 你就自己去感觉 技巧我到现在都没明白 虽然说 有很多的宝典 什么 但我 我的技巧是感觉我 我不好套那些技巧 但是我自己 是凭着自己 有的东西可能已经学进去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总结 提炼表达出来 但是那个东西你肯定是听明白了 所以你 创作的时候才会懂得 你就比如好像我写段子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写到这 我就该收了 这个梗到这就够了 但有的事好像就是这个事 我没给大家讲明白 或者说这个笑点是不够的 还得在网上 所谓的什么翻一翻翻几番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能再拓展一下 还能再讲 我现在的创作方式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真实情绪真实的事 但是真实的事里 可能把这个更有趣的讲出来 但都是讲的真实发生的事情 就像图维赛我讲我 跟我老公表白啊 可能当时我俩都对白 可能不是那样 是吧 但是事情绝对是这样的 确实是我俩谈恋爱 我跟他谈恋爱一个月 都不知道他名字怎么写 你知道吧 就是就是我就喜欢他这个人 我就那个 愣劲 我就要把他拿下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 就把他那个对白场景 就是更喜剧化的去表现 但是这个是跟真实情绪 绝对是这样的 而且婚礼上 也确实是那样 婚礼我俩结婚的时候 确实是我老公从头哭到呗 我就一点眼泪没流 我老公跟我婆婆抱头在哭 就是喜剧冲突是有的 但就是看你怎么处理这个事 还有一个自己要提升的空间 就是因为我现在创作 创作的部分太少了 就感觉真实的事情 因为你真实经历的事 就那么多 对吧 总有一天会消耗完呢 但是你 你得在 发生的事中间 还是得有创作的成分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 鸟鸟好厉害 鸟鸟真的就是我托斯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 演员 就是我觉得他 内向细腻的人 但是他能把喜剧的东西写进去 而且他写的东西就真的是 让我感觉不是说只有外向 开朗的人才能讲头笑 去年 8月份有一场好像 8月份还是9月份 有一场去北京的演出 我那天真的就是我感觉我一辈子中最痛苦的一次 因为我是第一次去 外地 就是 严重感冒 然后整个脑子是断片的 我从来在台上没有忘词过 我就是每一次演出之前我都是会反复顺词 哪怕这一个就是我讲了很多遍 但是那一天我就不知道为啥 我就顺词了好多遍 我在台上那个 我不知道大剧场那个光那么强 你知道吧 就那个强光达到我 我就感觉想起了我做手术的那一刻 就是完全我脑子是空白的 哎呀我就觉得那一场简直就是我人生的 哎呀我现在回忆到那一场 我都觉得好痛苦呀 去年节目播了之后好多人就是 特别喜欢我觉得你又特别有接地气啊什么的 就想听你这种婚姻家庭的题材什么 有的就会骂得非常难听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条 骂得很惨的就说是 感觉我就是像是一个 说特别不喜欢不军上台 从台风到表演到口音就非常 农村感觉就他就是一个很农村的大姐在 非常没有文化的在吐槽她老公什么的 确实是这个舞台上现在 有文化的演员很多 而且确实大家都学历很高 但我感觉 特别就是这个东西 不是说我感觉文化这个东西不能单一的去定论它 真的一些我觉得有时候生活中的 这种文化反而在课本上是学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读完卷书是文化 行完旅路也是一种文化 你看书你也可以提高自己 我去生活 我早早去去社会上跟大家打交道呀 这种的也是一种提高自己的办法 你为什么非得说是得让我出口成章是吧 然后用一些非常精妙的词语啊 此早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很有文化 我觉得 所以对于这种观众对我的评论 我其实也觉得 他也不懂我 我也不凶 我也做不到所有人都喜欢的吧 反正我就是真实的就是这样子 流量密码就是露腿 然后就把这腿拉到两米拉到海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